千万不要骗自己 那怎样去觉知到 对面头上由心而发的 还是有因为业力而现有的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那么跟你说 当你诚心诚意的时候 为什么我跟你说 一定要对自己诚心诚意 很多人干的事情 比如说麻木 麻木其实就是一种 骗自己的方式 让自己避免精神痛苦 而走向了麻木 所以当一个人诚心诚意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很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 所以 千万不要骗自己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今天痛苦了 我接受我痛苦 对吧 我今天自责了 我要接受了一个不好的自己 我要知道这是在自我对抗 当你接纳自我对抗 当你接受了一个不好的自己的时候 你的对抗情绪就要失了 因为是要失了 你的心胸宽广了 很多事情 你就容易找到解决方案 心眼越小 越会增加工作量 去做一些无效的事情 心胸越宽广 你的定力又越高 定力越高 你反而不会去做那些 无效的事情 有很多工作你反而不做 而定力不足的人就会乱动 乱动越多 你的成本就越高